早晨,今天是2024年5月22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AT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大华继显香港研究部策略师杨允锐 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 Curtis,今早大事有什么焦点? 早晨,Mendy 今天还是留意着 我想到晚上的时候 看着美国那方面MOMC的会议记录 以及重磅股NVD将会出业值 观众朋友,如果你有投资方面的问题 或者有心得上交流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现在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做好的纳指和标志再创新高 美股星期二在乘幅增持 道指评开后最多是升九十九点 收市是升六十几点 收报三万九千八百七十二点 标志再破顶 收市升了百分之零点二左右 收报五千三百二十一点 纳指连续第二天创新高 收市升百分之零点二 收报一万六千八百三十二点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连跌第二个交易日 再跌超过百分之二 欧洲股市方面普遍向下 看看焦点科技股 Tesla升百分之六 苹果和Google都是靠稳 NVIDIA业绩前是先跌后升的 收市的升幅不够百分之一 以月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R 比本港上日收市 个别发展 美团靠稳 京东发可换股票据 美股跌百分之四 折合比本港星期二收市 低超过百分之一 网易业绩前向下 摄合比本港收市低超过百分之二 汇控比本港上日收市 高出超过百分之一 小鹏汽车过亏损收窄 ADR比本港收市高出一成一 看看亚太区外围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 组段是向下的 跌超过250点 最新是薄38,693点 首义综合指数跌4点 昔微普通股指数升24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升55点 与Curtis聊天外围情况 美股气氛持续利好 上日看到 纳指和标志再创出高位 现在继续炒减息预期 最新预期九月开始 可以启动减息 美元继续在104水平均行 但看到比特币炒上了 请问问Curtis 你现在对后市的看法 今晚就会看到 联储局的议息会议记录 但是在5月1号的时候 公布了议息会议结果 没有做一个息口调整 但是在QT的幅度上 也会有一些调整 市场就解读为放水 之后美股就持续向好 你觉得美股是否能够 可以在高位横行 直到年底 我想现阶段来说 反而美股除了看息口走势之外 好像刚才我们说到今天焦点 还要看重磅股业绩 你先说回息口走势 除了刚才提到QT之外 还有之前上星期的通胀数据 其实都可以舒缓市场对放慢减息的忧虑 你说今天出来的会议记录 我想未必会有太大的影响 但也要留意着 因为你见到联储局官员 其实近来可以说 逐个逐个转换口风 虽然上星期的通胀数据 出到来 比市场预期低 但你见陆续联储局官员 包括副主席等等 都说到这几个月的通胀数据 都是令人失望的 或者说 可能需要更多的证据 才可以支持他们去减息 所以我想现在的市场预期 也不是太进取了 好像我们也预计到9月和12月才有机会做减息 总共两次 如果这样看的话 所以你见债息方面 暂时仍然在4.4至4.5%徘徊 我觉得股市未必会有太大的动力 去支持它 很显著地破顶 除非好像刚才说到 有些个别的焦点股份 即是交到功课 反而就可以刺激市场气氛 是的 持续大幅度破顶 是一回事 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在目前的高位横行 第三个情况就是向下 你的判断就是未必会再大幅向上 但是在高位横行的机率 是不是很大呢 我想高位现在也有机会试一试 好像现即使说 今次最新这一轮 例如说纳指破顶的话 但升势就没有之前破顶那么急 也不排除有机会之后 后市试回前顶 大约16,500左右 有一个位置 我想这个高位度 徘徊的机会比较大 是的 好的 我们就持续去到观察 以及看今晚的议息会议记录 我们先看看上日港股的走势 近日气氛都不错 有问题的朋友都多了 我们先看看上日的走势 恒指结束了三天的上升 昨天回讨超过400点 科指跌穿4,000点 恒指昨天低开162点后 最多跌超过400点 收市跌415点 收报19,220点 跌幅2%左右 挖指跌2% 收报6820点 科指跑输大市 收市失手4,000点 以及失手10天线 收报3,980点 大市存日成交1,500亿左右 北水继续落地正流入 金额进一步回落到4,700,000 中国银行持续有北水正入 昨天的金额有11,400,000 上汽车昨天的股价急跌1,9 但有北水正流入 昨天的金额有6,800,000 建行持续有北水正入 金额比上少 中海油持续有北水正出 即中公布业绩的快手和小米 持续有北水正出 快手昨天流出的金额 1,300,000,000 小米金额达5,200,000,000 美团和腾讯 继续是北水正出的 凌富基金 录得最大额的北水正流出 昨天的金额有18,500,000,000 先和Curtis谈谈过 大市走势 昨天看到一个比较大的回套 但仍然守着一条10天线楼上 这个是恒指的 昨天看到已接近全日低位收市 距离10天线大约200多点左右 昨天晚上夜期是再结的 轻微低水 但有趣的是大行上天先抢好原港股 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调整 有点讽刺 不过说回这个调整 其实大家等了一段时间 因为金钻的上升 是由4月中大约16,000左右 升上来 累计就升超过3000点 如果在港股持仓水平不高 miss了上一转的上升 想趁势调整的时候买货 Curtis 你会建议去到什么水平吸纳 是一个比较合适和安全的时机 我想可能市场回到19,000以下 就开始慢慢留意 最理想的水平 可能大约18,300至18,600左右 都可以开始分阶段入货 你说上天虽然有一个比较大的回调 但反而跌市 很多投资者反而开心 因为之前升市 大家都错过了上车的机会 未来也有机会做个整顾 无论技术上或消息上 有机会都可能出现调整线 顾知言你说 由4月中低位16,000点边升上来 其实如果用19,700的高位去计算 都升了超过3600点 有些回调反而大家都觉得是健康的现象 亦都符合我们之前量度的升幅 你说用技术走上去看的话 自从RSI进了超买之后 你参考21年23年经验 其实大约还有9%左右的升幅 都是去到19,700一个合理的阶段 做一些调整 你说消息上 其实内地方面 4月份经济数据就比较参差一些 尤其是信贷数据 另外你说内房方面出了很多政策 但变相去看的话 可能这一轮刺激政策的密集期 就暂时告一段落 之后可能要等到大约到6月的时候 开始接近内地的三中全会 大家才会再解释政策消息 所以在这段时间 你说无论在技术上 或消息层面上 其实都是一个好的机会 给恒指做一些健康的回调 为什么说看18,300至18,600左右呢 如果你说由低位 卖6点边升上来这个升浪 其实回调比率去计算的话 黄金比例是0.382左右 都叫做一个调整的最低消费 都仍然是健康水平的 大约就是18,300左右的水平 同时那些位置 都是曾经5月中的时候 升浪中途就透过气的一个稍稍的低位 相信那里会比较大的支持位 之后对上之前也有个上升的裂口 大约的裂口顶都在18,600 所以这个区域 183至186相信都会有些支持 到时候如果真的可以下来这些位置 又站得稳的话 都会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入场机会 又或者和大家回回一点点 大家温回一点点输 如果是回调到18,300至18,600去吸纳的话 其实你们的上望水平 即今年的目标 最高位你们是看多少 如果用估值去看 你看到现在其实恒生指数的预测成量 都是9.5倍左右 都还是低过10年平均一个标准差 也都落后给MSCI中国指数 你说如果对应10年平均大约的话 恒指10.6倍 对应其实去到恒指水平 都是过21,000点左右 我们觉得这个位置 如果你有没有机会全年高位 可以碰到这些位置 都是一个合理的范围 好 再问多一点点 21,000点就是你们的目标水平 其实上天大摩也说出了一个 best scenario 就是他们最乐观就是看22,500 但这个就是去到明年年中的目标 你们这个21,000点是今年 还是说时间点是多长的 今年也很大机会 可能第三季再看有没有机会点到这些位置 我们觉得可能去到年底的时候 又会近一些大选的日子 可能反而市场会有一些 可能地缘政治或者其他忧虑 令市况比较波动一些 好 那我们看Q321,000点 这是Kurtis的看法 好 科子昨天就失手4,000点 以及失手10天线 跌幅是比大市大 不过来看4月中到现在的升幅 科子也是升得比较急 所以有一个比较大的回讨 科子的前景你又怎么看 科子方面其实都可以继续 如果后市有机会再上网的话 有机会都跑赢行资